种菜让长辈共餐吃到新鲜蔬果 还贴心照顾到长者、轮椅族以及新住民 新竹县新浦镇内力知足园 开辟免弯腰和碑形菜园 方便生长者种植 还有香草园 让新住民能够采摘做家乡料理 还获得了建筑原野奖的肯定 硕大丝瓜 还有一颗颗友善耕种蔬菜 新浦镇内力社区 开辟知足园免弯腰菜园 友善长者 在全国脱颖而出 获班建筑原野奖 第一期开始106年 后来因为106年开始之后 我们后续想说还是要持续 因为我们工餐已经在增加了 除了两天三天以外 现在已经开了五天 所以菜量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第二期 所以开始一直在规划 然后做硬体设备化 从规划是一直开始做这种 自主原的菜园 甚至到现在已经做到第三期 今年度的话又才提社会设计划 到第四期 做到一个生态厨房 就是有清理性 用生态厨房的方式去做 产观学三方 根据工艺性 施工水准 社区营造等来评分 内力知足园3600平方米 为供应大量长者送餐 而种植蔬果 又因长者志工行动不便 将菜谱垫高 方便浇水发扎草 碑状型的则能方便 轮椅足种菜 接续开辟的香草园 有香兰 香茅等 新住民每周都来栽种采收 重拾加香味 因为我内力社区 还有一个新住民的香草园 也是占了很大的分数 加上说我们社区的人员的参与度 加上我们后续的维护 因为很多建设是盖下去 都是没有维护的 而我们看得到从106年到 今天来讲都还一直在维护 所以说他也是看中医这一点 所以他给我们很高的评价 残之落叶做碳循环堆肥 还有大灶蔬果能现采现吃 贴心照顾长者 新住民和生长者 让小社区充满人情味 获奖实至名归 谢谢大家